另外推动城乡发展平衡 华林县议会16号下午在县议会第一会议室 召开了节安村活动中心重建专案会议 邀请各相关单位对于重建计划进行相关的讨论 希望借此计划平衡城乡差距以及发展的平衡 节安乡节安村活动中心重建专案会议 16号下午在华林县议会第一会议室召开 召集人黄新议员指出 68年吉安村活动中心就已存在 也承受相当多的功能来使用 但旁边的庆修院在停车问题上 也都需要一并的解决 将来请相公所在这里计计机关的部分 请他们依照相关的方法去进行 希望他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地方 就是基础建设各村的部分 把他活动中心各一个村里面 因为基安乡每个村里面的人口都比别人都不太多 实际上居住人口晚上是超过10万的人口居住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在地方公共设施的使用能够更蒙背 因为他一直期望在这个区块能够叫他能够功用能够更大 他一直请求县政府能够投入一些协助一些建筑的经费 让他能够重新来新建或者是修建 那因为他一直以来并没有合法的执照 其实在整个建筑都会牵涉到 牵涉到回商的使用 由于重建计划牵扯的单位相当多 并且在计划基地内又有古籍保存区 与花莲通改厂的土地 要如何解决重建计划上的土地问题 也必须要各单位协调寻求解决的办法 在基安乡的都市计划第三次通盘检讨的时候 将古籍本体定卓的796D号 它划编为古籍保存区 那另外两笔土地818之一 822年之四D号就划编为历史公号专区 那后来也有做一个附带决议 就是清修院周边的土地 未来它如果有增建新建改建的话 它必须提到八里线的都市省议委会去做省议 那也是对应到现在文字法的第38条 就是古籍定卓土地周边的 营建工程或是其他开发行为 过目的事业主管机会在都市设计省议时 他就必须要汇总主管机关 针对他的一些的空间配置 还有他的量体高度造型色彩空格等等 去做进行省议 来引力普及风号的保存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吉安的活动中心 它是在 它是坐落在 819跟819之一D号 那刚好也是会 在化编委历史公号专区的部分 所以未来它如果要重建的话 它就必须要提到 我们发现就是审议委员会去做审议 吉安村活动中心在第三次的通盘检讨时 已将地号796划定为古迹专区 而819、819之一、818三笔土地为历史风貌专区 是不需要进入都市计划委员会进行审议 财政处也指出 71年化编历县政府已将吉安村活动中心 播交给吉安乡公所 但三笔土地受文资法 警铃古迹专区的保护 在设计规划上 还是需要受文资法的审议 以确保该建筑物的设计风格 与设计的风貌 不会有所落差 记者凌杰 化编室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